就是说当柯文哲 敌死不作副手的时候 国民党的脑袋该不该转换 究竟你要迁就柯文哲 你还是要赢得大选 这个就值得国民党争取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组长人张有话 柯文哲会不会跟国民党合作 从柯文哲最近做的三个动作 可以发现 柯文哲显然也避开了国民党 第一个柯文哲 10月1号他要到美国 他要到美西去表面上所谓的 去了解美国的产业结构 那实质上他到美国 他主要的用意 就是避开国民党跟郭台铭的纠缠 他要到国外好好想一想 他一去大概四五天 就是10月1号走 10月5号回来 各位可以想想看 侯友宜21号回来 那21号 然后9月24号 就是宣布 请假参选 那侯友宜正有时间的时候 柯文哲说他要出去 这个明眼人一看 你就晓得了 我要避开尴尬的时间 那第二个 侯友宜的新装竞权总部 已经看好 也正在整修 准备搬进去 那第二个 他台中的竞权总部 也准备好 也要搬进去 那第三个 已经刊定 高雄的竞权总部 第一个 他要出国 第二个 他三个地方的竞权总部 都已经弄得差不多 已经完成 就是他现在在台北的竞权办公室 就准备签到了竞权总部 就一个在新装 一个是在台中 一个是在高雄 这个是第二个 他的竞权总部成立 这个时候你要跟他谈合作 我的竞权总部 我都成立 你要跟我谈合作 可以 除非你做负 否则的话 我只要签到竞权总部 我等你的时间已经够久了 所以柯文哲一直在想 蓝营就不要放话 蓝营就不要 天天隔空喊话 就非要逼的民众党跟他谈 好 柯文哲的表态 第二个表态已经出来 那第三个表态 柯文哲打死他 他都不做负责 因为他的内部有人 我已经跟他们内部的几个人 已经谈过两三次 他是说做了副手的话 这些票未必会转移到侯友谊的身上 因为他们自己评估过 至少一半以上的票 就是一半的票 不会转移到侯友谊身上 反而削弱了民众党的实力 就是换句话说 现在蓝白河的前景 越来越暗淡 就是柯文哲 他会为民众党而战 他不会为民众党而战 这个态度已经非常清楚 那反观现在国民党还在顾大局 要完成大我等等 就讲这些空话 你实质上的案子 你提了出来 因为他的幕僚 民众党的幕僚跟我怎么讲 他说现在只有谈到 所谓选区 立法委员的选区的问题 就是这样 上面一层还没谈 那换句话说 你给在野选民的一个期待 说你们已经谈得差不多水到七成 那现在大家根本不理你 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看到 柯文哲一步一步一步的 他要迈向大选之路 那你国民党 那请问 你的要方是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今天看到了很多的事 我也觉得是不可思议 既然朱立伦都讲得那么的清楚 一定是第一阶段党内 第二阶段党外 第三阶段 好就是在野联合 党内就是地方派系 那第二阶段就是国台民 第三阶段就是柯文哲 现在第二阶段都没办法法标 第三阶段怎么启动 所以当柯文哲是有这一些动作的时候 那请问国民党 你要怎么跟他谈合作 现在大家都认为 一对一一定赢 但是只要三角都都赢不了 何况民调很低 哪怕郭台民的民调只有三%好了 他们看不起郭台民的地方就在这里 你只有三% 你只有五% 你看不起他 但是这五%就可以决定胜负 所以就是说今天再也会走到这个地步 你很多人说是历史罪人等等 请问历史罪人那是什么 三个人以上就不叫历史罪人了 大家都有份 一对一才是历史罪人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讲 就是说当柯文哲 敌死不作副手的时候 国民党的脑袋该不该转弯 究竟你要迁就柯文哲 你还是要赢得大选 这个就值得国民党斟酌